OK 上次我看王陽明交車改他的GT2 RS 也可以改992 GT3的排檔頭 所以我也從網路上買了一組 結果實際上 它底部shift boot 還是得用982系統 而不是真正992系統 我直到買來才發現 底座還是稍微不太一樣 所以底下的這個 第二個 我又從日本拍賣 找到一組剛好有人在賣真皮的 所以我得拔除 啾啾GT3的這個頭 再跟原本的這個底部 去組裝 這個指甲 跟原本的 我買來的 其實是不能直接直上 那 拆法很簡單 網路上 第一個呢 最好是先排到空檔 因為這個shift拔出來 會比較方便 底下一個旋鈕扣環 這是它鎖定的 逆時針轉 就可以 拔起來了 PDK 就是這個鎖環 一開始拆除的時候 真的滿緊的 我還是用 一個抹布 加一個開口板 把它轉開 才可以拔起來 好 接下來就露出這一根 然後 首先 不用到網路上 看的方法 拆到這兩個什麼 Cackpied 實在太麻煩了 我發現有一個 人的方法 先 可以從手套箱這裡 拔出這個 類金屬的面板 徒手就可以撥 當然如果你有塑膠板手的話 是最好的 拔起來的 過程 你可以看到底下 它有黏一塊 連接著一塊 橡膠的電圈 我認為它是為了要 防止 之間的異音產生 而 這個 我不想把它直接撐出來 因為 它有勾槽 勾在裡面 是跟它合在一起 所以我只把這個拔起來 勾子 就這幾個 往上拔就好 這待會 塞回去的時候 還可以原裝的 蹭回去 因為它這有勾槽 對應著 原本這塑膠扣板這裡 所以我不想把它移開 先把它擺旁邊 接下來我們是要移開 這個 比較棘手的這一塊 拔起來就好 拔起來過程 固葬燈 閃光燈的開關 這底下 有一個線頭 可以直接拔 這樣你的這塊模組 就可以拿下來 這就是 音音982車系 手排車型 的 BOOS的底座 但上架長度不太一樣 所以 還需要往上 再買一個 原廠零件 就是這一塊 去 把這個按鈕 移植來這裡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要把 按鈕給移植 拿個小移植 把它給 移除開來 看一下喔 左右兩邊有一個 拖環 很簡單拆下來了 那麼這一塊目前 就用不到 這一組 工程生推 你可以暫時把它收著 當作收藏 或者是要賣車的時候 原裝的把它再裝回去 不過我想 正在賣車的時候 應該也是不會再把它復原的 這一塊 欸 插回去 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防袋 好 組裝好了 線頭 把它插回去 好 順便按一下 閃光功能正常 這個是 中控鎖 開 關 開 好 先把這個 INST 回去 OK 這樣就簡單多了 不用在房屋上 這把 這把 底下 插插 把這個拔起來 然後呢 這個 稍微去方法一樣 底下 這就是鎖定 跟不鎖定 但是我認為啊 它本身夾進去 就已經有點緊度 所以我覺得 要鎖 不鎖 其實都可以 這個震撼之前 我先把它 試著插 插到底 PUSH 到底 耶 這就是那個按鈕 要讓SHIFT再拍到 前後移動 再來 再來 口頭 耶 好 接下來你可以試著推一下 好 轉動一下電門 才可以 完美 OK 再把它熄火 然後呢 剛剛說的金屬框 看到這個 這個橡膠條 都在底下 不要移開 因為它才不會跑掉太多 才不會繼續彩燈 硬 這個皮的 皮的位置 比較厚一點 所以裝這個面板 嗯 我想想 把它最後再裝 我們先套 底部這個金屬 卡卡的對不對 因為它範圍比較大 我先試看看 好 底下扣著 上面的兩個扣完 塞回去 皮 它的皮 比較寬 所以可能 先裝底部這個的話 金屬這個面板 扣不回去 所以我反向裝回來 先裝面板 再裝 Shift boot 然後 面板 插回 橡膠墊圈 OK 搖一搖 應該就沒有 任何的異響 好 拉攏看看 很正常 漂亮 正好我買的就是 真皮的拍檔頭 恰好 又在日本拍賣 找到有人要賣 這塊地桌 它也是真皮的 剛好滿匹配 這塊地桌 這塊地桌 不是GT4 是718 正好符合這個 車子的設定 是 好 是 是 感谢观看